我国手撕钢突破垄断,导致国际价格跳水四成,在哪些领域有用用前景? 提到钢铁,很多第一印象就是坚硬,但是有一种薄到可以用手轻轻撕开,甚至可以折成纸飞机的钢板,它就是价格论客,堪比黄金的手撕钢。 而我国泰钢集团是已经成为全球唯一可批量生产,这种超薄轻易不锈钢的企业,使其实现了白菜化。 近日,据报道称,泰钢手撕钢在8月份获得重工野间行业最高奖后,又获得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。 据泰钢手撕钢技术负责人廖席表示,近十年来,这种材料一直被少数企业垄断,最贵的时候几乎合黄金等价。 但是,自泰钢手撕钢批量涌入市场后,国外进口价格就缩水了40%。 长期以来,这种精密不锈大钢被德国、日本等少数国家垄断,我国更是被限量销售卡脖子。 面对这一情况,泰钢自2016年开始攻关,三十人团队历经三年多,经过700多次试验,终于最主攻克了不锈钢博材。 随后泰钢批量生产出宽度600毫米,厚度0.02毫米的不锈钢博材,制造工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 相较于日本和德国的斩幅手撕钢,泰钢研制的600毫米宽幅手撕钢高于国际行业标准的水平,主动合作的国内外订单更是排起了长龙。 不锈钢博材用于制作精密仪器中高灵敏度鸦片、远件上的隔片,还是蒸汽涡轮发动机中的结构材料和热交换材料。 廖西表示,首次钢在高端电磁、光伏发电、航空航天、金光核电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,超薄不锈钢的发展将促进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。 此外,山西泰钢还有很多高端不锈钢产品,包括航天航空的碳纤维、港珠澳大桥上使用的双向不锈钢产品的这家企业的。 正是这样一个个出色的企业,让我国制造业被卡脖子的领域越来越少,甚至让西方国家感到危机。